翻到十三页 鬼二 成判圣乐 课判 能忍多解上思维 关键维持能利益 以此能力无量重 欲于厚得最圣乐 能忍多解上思维的 思维的意思说 释迦牟尼佛透过很多解上思维的意思说 不断的去思维 透过很多解不断的思维 关键就是他看到了 对 才看到了 透过能忍是释迦牟尼佛 能忍多解 透过了很多解上思维 上就是非常非常仔细地详细地去思维 上思维 终于看见了 终于观察到他只看到了 维持能利益 维持能利益就是为这个词 所以确实却是唯一的就是能对众生有利益 对 唯一的对众生有利益的是什么呢 就是称能利益 以此利益 能利无量众 对众生 所以 得到了无量的众生就可以让他们得到了一些的胜乐 容易得到胜乐的最好的方法 方便法是什么 唯一的就是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这个四句话的意思来讲的话 菩提心是对众生来讲的话 有无量的帮助 非常对众生来讲的话帮助很大的 这个帮助是释迦牟尼佛利益 对众生的利益是 世尊他自己经过了很多节观察思维 才能够理解到对众生最有利的思想是什么 就是一个菩提心 那如果这个菩提心 好好的去修菩提心的话 众生就 意就是容易的 容易得到了什么 胜乐 胜乐这个胜乐就是有胜乐有两种 胜就是超越最殊胜的 乐是快乐 对 胜乐是什么 平常我们讲就是说 决定胜 决定胜的胜也是这样 乐就是什么 达到了 最起码达到了解脱 对 得到了解脱的话 从这里开始得到了一个胜乐 那究竟的话 那究竟的话 成佛得到了佛果就可以得到了一个胜乐 胜乐有两种 比如说身为独卷所得到的解脱果的时候 他们就脱离轮回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胜乐 大乘行者的话 大乘行者的话 成佛就同时得到了一个胜乐 胜乐有两种 这个胜乐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永远不变的 永远不变性的快乐 却是永远不变性的快乐 这个是不变性 所以我们解读的时候 不要解释为说 它不是快乐吗 又不是快乐的话 事物无常不会变化吗 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变化有 变化这种的解释有很多种 举个例子来想的话 你从投身到现在为止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变化 当然有变化 你的生命有变化的 但是你人的提性 人的提性是人的提性 这个提性是人的提性 有没有变化 没有的 从投身到现在为止一个人的提性 所以人的必须变成为一个非人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提性变化了 这个用法上 用词牵扯上来讲的话 大概这样子去解释的 那永远不变的快乐的话 比如说达到阿罗汉 身为独居的阿罗汉 当然是身为独居的阿罗汉 他们已经得到了解脱 对 这个小菩提 小乘的菩提 那就进涅槃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大乘菩提 大菩提 那这两个阶段都可以相续 当中不管是谁无力如何 达到了解脱轮回 就是究竟涅槃 任何一种的境界的话 你从这里开始得到了一个胜乐的境界 胜乐就是 往往超越一个世间众生的一个快乐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轮回当中 六道众生的快乐的话 不稳定嘛 确实不稳定的 那我们可想而知的 不言而喻 大家都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轮回当中的快乐是 维持不了多久 就马上就被其他的影响 就是变成一个 引起了一个痛苦 对 所以这个不稳定的快乐 所以不叫一个胜乐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今天我内心得到了一些的快乐 但是这个维持不了多久 隔天就消灭了 没有了 明天又得到了一些的一些情绪上 就是快乐 但是大后天又消失掉了 那种种这样的三界轮回当中的六道众生 所得到的快乐 临受到的快乐 大概几乎都是类似这样子 所以不可以说是一个圣乐 圣乐就是最起码达到解脱国 解脱国就是身为独觉的阿罗汉国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从这里开始 你心中永远的快乐 永远不会变成为非快乐 对 这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跟来讲一下 佛教的观点 佛教的逻辑 想法就是这样子 达到了身为独觉的阿罗汉的时候 为什么 你的心中永远的快乐 就不会变成为非快乐 达到阿罗汉的间线是什么 你内心彻底断除一切的烦恼 三界的烦恼 同时 陈达尾就是一个解脱轮回 那你内心拥有的三界的烦恼都是 完全是彻底消除了之后 你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的烦恼 没有烦恼的时候 你离受痛苦的根源就没有了 离受痛苦的根源没有的话 还是再产生痛苦的话 那就是英国的道理就弃款的 错乱的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平时讲的三界之中的所有的苦恼 不吉祥 忧愁 不宁静 不好的东西都是 它的根源者就是一个烦恼 三界的烦恼 比如说我们是属于是欲界的众生 欲界众生的所有情绪上 人人还有所有的身为一个人类 甚至是动物 所有的在内心不平凡 所以不宁静 忧愁等等的主要的根源是 任何的烦恼 由于任何种种的烦恼 导致带来给我们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结果 不好的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 所以三界的烦恼都是 相对我们三界的众生来讲的话 确实是一个痛苦的根源 那这样的话 达到阿罗汉是 确实修行者自己内心 完全亲近了三界的烦恼 同时称他为就是一个解脱轮回 再也不会就是 但是由于热恼的烦恼 被有自主地堕入三界轮回 不会投身三界之中 所以从此之后就是他原理的轮回 就是这样的叫做一个解脱轮回 那如果解脱轮回之后 你心中拥有的快乐都是 完全是死兽也好 热恼除了这两个兽之外 完全没有苦兽 苦兽已经穷尽了 竭尽了 苦兽不会产生苦兽了 原因是什么 苦兽的因都是已经断了 因断了以后 再也不会产生它的结果了 如果因没有 还是有不断的 所以 产出不求它的结果的话 那就因果的道理就不准了 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平时讲的 有了玉米的种子 就会产生玉米 如果根本没有玉米的种子 产生玉米的因素的话 玉米就从后来的 如果没有玉米的种子 还是再产生了玉米结果的话 那就这个是奇怪的 这是不合乎逻辑就是这个 所以佛教的修行也好 佛教的概念也好 都是透过无数的真理 来制定下来的一种概念 不是说佛教的逻辑概念 都不是说我认为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子 一切法的救济的实相也好 一切法的真实的面貌 怎么样 我们众生一定要如此的发觉到 如此的看到 他们的真面目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理解一切法的真实的面目 所以对于一切法 还是大部分的 98%可以说是 他还是愚昧的 愚痴不了解的 导致造成很多的困扰 反正就是以前出来很多的烦恼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怎么去遮止烦恼 所以没有这个 第一个就是不了解 怎么去遮止烦恼 第二个 如果现行烦恼的当下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对治它 又不知道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既然你不想要得到 不想临受痛苦 但是这个谁也无法而知的 原因是什么 因素全部都具足的话 它的产生结果 谁也无法淡的 挡住不了了 就是这个 法权在试炼的第一篇当中提到的 完全产生结果的 亦数 无语的因素 全部都具足了之后 这个结果谁也无法淡 一定会产生的 就是这样 而就是圣乐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圣乐就是不要搞错 圣乐的道理也是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最起码 得到了身为独觉的阿罗汉国 解脱国的时候 同时得到了圣乐 知道吗 圣就是圣过于三界所有的快乐 完全往往超越的意思 乐就是它乐的体系 从此之后 你心中拥有的快乐 就是变成一个 永远不变快乐的体系的一个快乐 所以成他为圣乐 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就是想一想看 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期许上的快乐是不稳定 反正就是我们诱因太多了 第一个是不了解真实的面貌 第二个是我们充满了烦恼 那现行烦恼的因素 完全是具足了 所以容易现行烦恼 导致带来就是暂时一个救济的 最后的结果都是 承受到我们的身心上面 就是这个意思 圣乐的意思就是这个 那接下来解释 离应勤修 圣菩提心 这个上面加了一个圣菩提心 这个你们不要搞错了 这个不是一个圣意菩提心的意思 圣菩提心就是一个尊称 尊敬的尊称 所以它就是圣菩提心 就是最最殊胜的一个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圣菩提心 因能忍于众多阿世奇节 对 当然是阿世奇节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上片 那个激素气也就受 那个算不了 数不了的 非常阿世奇节是时间很长的 因为能忍于众多阿世奇节 上加思维 能利益友情至妙方便 你看 它透过了那么多的时间 观察思维 对众生最好的方便法是什么 一直想 对 就是这个方便法 关键 关键就是透过观察 能发觉到的 能看到的是什么 唯此发心 方能利益友情 他只是看到的 就是最 终生有 最有利的 方便就是唯一的 就是发觉到 唯一的就是一个 终生有利的 是土地心 以此发心 就是词 就是这个词 就是静的词 这个如前所说的 所以发心 以此发心就是 在阶段 前面如前所说的 这个发起菩提心 这个菩提 世俗菩提心 它就是一个 对众生最有利的方便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发心的话 这个方键的 发心的这个 阶段就是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不然的话 很多人搞不清楚 很多人认为说 发心 这样的讲的时候 马上就把它当做 一个菩提心 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 有点不对的 发心 两个词 我会跟你们讲一下 比如说 发是什么意思 爆发 爆发就是 形容词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的动作 爆发 发心 心就是发出来的 一个心 所以我们平时 用另外一个用词 前日上来讲的话 倾心动念 倾心动念 就是你在内心 不管是你学了什么法 做了什么事情 一定要依靠 自己的倾心动念 去做 所以做事情也好 学习也好 它的动力 就是你的动机 动机就是一个 倾心动念 对 那这个动机 都是可以说 是一个发心 知道吗 发心就是 一般来讲 它的意识 非常的广泛的 这个发心 不是一个专用名词 所以世俗地的一个 世俗普提心的 一个专用名词 不是 发心的话 就是我们 藏文里面讲的以后 就是解释来讲的话 也是发心 是一般来讲 所以不一定是好的 有些人 我们就是一般来 就把它当作一个好的 这不一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发心 这两个字 我们解读 解释的时候 发就是一个 在内心 场内的一个 发出来的一个心 这个叫做一个动机 对 那为什么这个阶段 不讲菩提心 它简单来讲 发心 所以那个就是累赘 前面已经讲了 殊胜菩提心 后面不需要加了 就是一直讲菩提心 这样的话 次数越来越多 所以累赘 所以它结论 所以简单来讲 次发心 上面讲的 就是这样就可以的 对 古代的著作经典 还有论典者 大臣就是他们 所以前面开头 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后来就 同样的这样的 菩提心 想要讲的话 不需要全部都 不断地 每次都出现了 这个字眼 不需要的 这个就是累赘 对 除了这个之外 发心不一定是菩提心 这个知道吗 所以发心就是一个 发出来的一个心 倾心动念 就是叫做一个发心 对 那在这当中 我们就是发心 就是一听到 就是发菩提心 原因是什么呢 这阶段 我们所讲的 主要的所权 内容是菩提心 所以呢 发心就可以听得懂 这个发心是菩提心 不是说其他的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所讲的 不然的话 身为独觉 行者他们没有发心吗 他们不会发心吗 所以有问题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一般人的 观念当中 所说的去解释的话 那身为独觉的行者也好 还有未入道之行者 比如说就像 跟我们一样的 未入道之的修行者的话 我们不会发心吗 我们现在没有菩提心 怎么去发心 就不一样 知道吗 所以发心就是一个 发出来的一个心 情形动念 成他为就是一个发心 对 就是这样解释就可以了 一次发心 能让五恋有情终生 不带把毛发等苦行 对 有安乐道 你看发极 所以他这个也是不愿意 让众生有类似这样子 所以微不足道的痛 也是他就舍不得 让众生离受这种痛苦 知道吗 所以发起菩提心者 多么的伟大 我们就是这样 就可以看得出来 之前我跟你们讲 发起菩提心 对众生来讲 有多少的利益 当然是我们没有曾经得到过的一个发起菩提心 没有得过就菩提心者 我们零说不到 有菩提心的时候 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 当然是著作《极天菩萨》 也那个 《支部论碟》的《极天菩萨》 还有其他的释迦牟尼佛 他们已经经过了这样的 修了菩提心之后 他们自己接受到的 结果就是告诉我们 菩提心的就是 对众生的利益 好处 个人对自己的 长处 好处 讲出来的 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有时候 菩提心被变成一个 最纯上的专业品 那这样就是有一点不太对劲了 那我们知道菩提心的利益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你就是菩提心 不只是菩提心而已 或者我们就是做了什么事情 还有就是追求了什么目的 都有就是一定要先去观察 他如果我有得到了他 对我对众生有什么好处 这是一定要开始就观察 这个观察是一定要观察的 相信的观察 你知道这样子对自己 跟对他人有帮助的话 那值得追求 确实如此 但是这样嘛 对啊 我们就是所有的周生都追求自己 想要的 确实这样子 OK 就是这个意思 那由安乐道 确实就是我们走上的一个快乐的 看周大道 这是我们形容词 看周大道的话 就是叫做一个公速公路 可以 所以120的速度就是 完全开也没有问题的 不会开法单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看周大道方便 对我们来讲 所以那个是心走上的道路 跟我们身体走上的道路 就是一个比喻了 我们人走的时候一定要 所以走上这样的一个 看周大道是非常舒服的 那你内心走上的一个看周大道 就像是高速公路一样的 很大的一个 宽寡的一个道路的话 当然是心 心里就是很舒服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心 自己的心 完全透入了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精神上面 菩提心的精神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在内心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 就是训练 或者练习的话 防复地训练的话 只有一天 我们的心就可以走上了 这样的菩提心的精神上面 那内心形成了一个菩提心的话 那带来给我们的利益 真的是没办法言语来描述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争取菩提心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人 希望能够有 有菩提心者 希望能够让他成长 所以我们常常就发跃说 菩提心妙宝 对 未生 即生 即生 力增长 就是这个所发跃的一模一样的 一定要先了解 菩提心的妙宝 妙 加了一个妙的原因是什么 它真的很妙 如果我们得到了 内心得到了一个菩提心的话 它带来给我们的感受是 完全往往超越了世界人的感受 它有这样的魅力 能力 所以菩提心加了一个妙 这个是妙姿 非常殊胜的 对 有些地方我们相对世界人来讲的话 就是字眼 那个名字也是很奇怪的 有些地方我们 这个 无妙欲 无妙欲是什么 四身相位处 四身相位处加了一个妙 对 四身相位处就是 对我们相对众生来讲的话 完全是 四身相位处 能吸移众生 三界众生的贪主 贪欲 贪赖之心 培养三界之中的 众生的贪心 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存在的 所以它加了一个妙 不是说这个是非常好的 加了一个妙也是它极妙 不是说一个好的方向 不一定是 所以妙就是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妙 能力 大概就是这个 变能 对 亦于获得 最胜安乐 对 这个最胜安乐就是 永远不变的快乐 这样的绝世就可以了 为什么加了一个永远不变的快乐 达到了我们永远不变的快乐的境界的话 那该有多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三界之中来讲的话 无法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永远不变的安乐 就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完全没 人人都 每个人的在内心当中来讲的话 产生烦恼的因素圆满具足了 还有强烈的信息烦恼的因素也是非常的接近的 由于这样的因素的导致 我们就是反不胜法的 没办法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没办法作为烦恼的主 它的主要的道理就是这个 我们永远都是作为一个烦恼的努力 跟随它 烦恼重视你做什么 我们乖乖地去做 烦恼怂恿 我们说到烦恼的怂恿 一直做坏事 这个也是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去做的 不是我们自愿去做的 大家都知道吗 这个叫做一个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就是我们没办法作为一个烦恼的主 所以你这个权利都在交给烦恼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权利 你作为一个烦恼主的权利都在交给烦恼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权利都是被烦恼就抖走了 由烦恼来控制我们 不是说由我来控制烦恼 那没有的时候 我们想尽办法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争取这个权利 我如何去 所以能对峙烦恼 所以我们学习者就是不要看 比如说很多人搞不清楚 对峙烦恼的时候 这个是烦恼的畜生的烦恼 或者其他人的烦恼 这是错了 完全是你自己相信当中拥有的具备的这种的烦恼 确实这个 你心里有烦恼才有就是它产生的你的痛苦 它也充满了烦恼 如果你心里一点烦恼没有的话 没有理由说产生痛苦 它里的烦恼跟你的感受是之间没有什么相关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两个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 相续是一不是一 所以相续不同的人 虽然是我们世界的观点来看的话 互相影响有了 但是这个影响不算是真正的之间的因 知道吗 比如说你责骂的时候 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痛苦 这个是你变成产生我痛苦的因素之一而已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去改变的 但是你对他对于这个责骂的这个话 语气的看法认知有问题 所以在内心察现了一种苦受 但是这个捉骗 逻辑上来叫不捉骗 不管是无力如何 任何的人来骂任何的人的话 一定会察现痛苦吗 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叫做不捉骗的 所以这个逻辑不符合逻辑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个人对这一些的骂话 还有这个言辞心理的 对这个就是认知有不同的认知 所以有些人起痛苦 有些人不能起痛苦 对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不要说我担任理所痛苦 由他来骂我 所以我就是担任理所痛苦 这个理所担任就是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就是怎么去修 修行就是千万不要搞错了 很多人就是认为 修行就是应该是念一鬼 摇了一个鼓或者灵 对不对 所以带着一个念珠 也认为我是修行 这个不是修行 这个并不代表是修行 知道吗 修行不在于就是外在的物质上 当然是外在的物质来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修行的条件 也可以的 但是修行本身是往往是内心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培养内心的 自己内心拥有的上的潜能 培养出来 一定要发挥 培养自己良好的习惯 对自己跟对他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让减少负面的想法 所以忽视乱想 妄想执着颠倒的 这种的让他绝少的话 这个就是叫做一个实修世界 对啊 充斥这个没有其他的修意 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无中二十的时代 所以众生对这个修持 还有修习的看法就完全扭曲了 知道吗 所以表演跟修习是根本不一样的 东京上不一样 表现上不一样 更方面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修行就是传了一个 创片亮的一个法音 对不对 坐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 自己变成一个下面的人的话 还是有就是前面摆了一个衣柜 还是金刚就是安置了 就是应该金刚处 金刚礼 小谷等等 这样的全部都完整了 那念念 对于内容一窍不同 念完之后你觉得 今天我修行了 修了什么行 修行就是修 就是修理的修 行就是行文的行 这个行就是不是外在的 你身体上的外表的行文 这个是完全念心思想上的 状态上的思想行为 一定要你有史以来 到现在为止的负面的行为 思想的行为 一定要改变成一个 善的行为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实修 那你如果这样的作物 改变改善的话 那对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 我们一定要透过道理来推理 比如说举例来讲 一个人情绪上 完全不会限习 任何的负面的想法 天天都在内心限习的一个 上或者是一个正确的思想 那这样的话 那个人完全念心 充满喜愿的感受 知道吗 所以那个就是叫做一个 虽然你贫面上看不出来 是一个修行人 但是我们平时讲的 乐在其中不以为苦 真正的念量 念心是修行 贫面上看不出来 那有些人 表面上看得出来 内心是完全一般人 没有什么怜样的 那这样的话 算不算是修行 根本不算 这不是我讲的 你看我们的大论点 所以 启天菩萨著作的 这个入行论的话 当然是不是一个 战畜佛教的上师 他是一个印度大成就者 尤其是纳兰图佛学院里面的 二圣六专业当中 这其中一个大成就者 所有佛教都公认的一个 所以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 大知识分子 就是一个人中的巧楚君子 他著作自不论点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就是慢慢听 慢慢学 你就会写到了很多的知识 这是对你来讲 有极大的帮助 确实如此 所以我们人本身是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善的潜能了 反正就是短暂的 你只遇到的 这个面外的条件 面外的因素是不好 所以它就改变成 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平时讲 这个事件上有优异太多了 优异太多真的确实优异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了 八游响是圆满当中的 它说什么 所以八游响最起码 就是我们身在于就是中央 中央的意思是什么 佛法兴盛的地方 为什么 这个也是外在的条件 如果你根本没有佛法兴盛的 偷生于就是一个佛法不兴盛的时代 所以地方尤其是连佛法名次都 听不到的一个地方 出生的话 你就没办法学佛 没办法实践实修 这是外在的条件 对 内在的条件来讲的话 当然是你信三藏 十元门当中我们就是信三藏 信三藏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不信三藏的话 你不去学习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去学习的话 你不知道三藏的内容是什么 你不知道三藏的内容 不知道的时候 你没办法在内心生起的 对佛法有尽不可存的一个信心 没办法的 那你只是产生了一种 对佛法的信心的话 这个信心就是完全脆弱的 完全薄弱的一个信心 这个也是尤其是它是一个迷信 对我们平时讲的 人欲异欲 谁知别人的器物 反正就是 为什么信呢 人家很多人去信 我也就是去信的 那你看 这个晚点去观察一下 你这个信是 有没有正确的道理的情况下 之地下来的一个信心 或者你就是别人这样做 我也就是跟随他这样做的 没有创意的能力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般人社会上来讲的话 没有理想 没有抱负 没有创意的 新创意的一个思想者的话 几乎都没有出行的 就是类似这样 尤其是现在平静静的 那个时代来讲的话 一定要有创意的这个 脑子的细胞 一定要存在 不然的话你就是应该是找不到 设合的工作 很困难的 类似这个 OK 那刚才主要的就是圣乐 说是不要搞错了 对圣乐就是达到了这个乐的境界 就永远不会变化 你从此之后 佛地之间 你的相讯当中永远都是快乐的 就是这个 这都是我们终身需要的 你看一个人一天过生活当中 从早上到 连梦中都是非常的平静 非常快乐的话 那你一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非常有意义的 人基本上一天过生活当中 快快乐乐地过生活的话 你就不会伤害任何众生 我们伤害众生是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下伤害众生的 你自己情绪不稳 所以情绪上也就负面的想法太多了 所以 透过自己生育的方面来去伤害任何的众生 情绪平稳 比较快乐的情况下 不只是我们自己得到了一个乐国而已 还是不去伤害任何的其他的众生 你看这个就是对众生对自己都有帮助的 知道吗 一定要想 对 OK 那却还是没办法 心就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的话 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 很快 速度很快的一个方法就是 多多去往好促想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常常讲的 往好促想的这个道理是 谁入前所都可以解释的 往好促想就是 不管是只遇到任何的困难困境 我们永远都是把它作为一个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不会带来一个 所以不快乐的一个情绪 肯定不会的 所以呢 只见讲道理的话 一切法都是只是迷眼而立 只是迷眼而立的意思说 从自己方面去安利的 你认为这个不好的时候 它带来给你一个不好的感受 你认为没有问题的话 它带来给你一个没有问题的感受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从自己方面去安利的 知道吗 这个都是一个道理 只是明眼而立的这个道理 是真的非常的奢合 如果非常非常深奥的角度 来去解释的话 那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 我们在上次教心经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过了 透过很多的比喻来告诉大家 只是明眼而立的道理 是真的非常的奢合 完全符合事实的 对 只是我们一般人 表面上来看的话 就是那样这样 所以不同的很多的 所以我们的眼而立的声音 六世新闻当中出现了 很多的各式各样的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从内心对待它的一个看法 认知不一样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知道吗 这个问题都在于 就是我们自己认知 跟看法上面 这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也是如此的 对 为什么菩萨他们 只遇到这样的一个 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完全是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宝藏一样的 对 那如果这样的我们众生 相对众生来讲的话 一般的 所以普通的 所以三界之中的众生来讲的话 那是个大灾难 希望永远就是 不要只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 困难 所以贫瘠门槛 那就是我的大灾难 相对菩萨来讲的话 这个也变成一个宝藏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对他的认知 对他的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 个人的修行上的一个 尽力也好 或者就是 这个是宁静 带来给我们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看法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就是同样的道理 对 就是这样 所以 中光的 主要的 看法就指一切法 只是明眼安利的道理 就是这个 我们出品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很简单的 我举例来讲 我看一个人 有点看不顺眼的时候 我一定要 这个问题不在于他的身上 完全在于我的心中 肯定是你有了心中 有这个安占的一个心态 用这样的心态来 就把它转换成一个 看不顺眼 对 那如果你把它转换成一个 应该是这个问题 处在我自己的心中 不在于他人的身上 我应该是对他的 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忏悔 一定要后悔 那这样的 不断地去看他的一个 优点方面来去 看看 多多少少去观察 所以我应该不要 把它作为一个 这样的一个 看不顺眼的人 所以当妈妈这样的话 你总有一天 内心消灭了 这样的一个 安占的心的话 你的出现 他那个人的时候 也就变成一个 看得顺眼 对不对 所以那个都是 我们可以清净 自己的心 就是这样子 休息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只是这个 是我而已 还有很多的方法 这是我只是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而已 这是大家都一定要注意 那这个道理观念就是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是一定要发挥 一定要使用 这个叫做一个学以致用 那如果你学到了 听到的内容 都是没有用得上 用不到 那这样的话叫做 一个流于形式 只是听一听 没有用的话 就是有点怪怪的 知道吗 所以那个就是 有的时候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 老子的思想 有些人说 你说法 讲及说法的时候 为什么讲老子的想法 有些人跟我讲过了 知道吗 老子 我们站在一个佛教的立场来讲 不可以说排斥了所有其他的说法 我们平常讲 一定要倾听他人的心声 听了之后 这个里面有好处拿出来 就是使用可以的 对不对 他上知识可以供出 我们对自己有帮助的 就是知识也好 这不只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而已 所以全世界的人 所以什么样的教主 什么样的神 他说的不对的 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我们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们尊敬 这是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 当然尊敬 不可以批评 是非的角度来去解释的话 当然是一定要 是的是非的非 一定要分清楚 对不对的地方 就是不对的 一定要讲 对的地方可以参赞 或者是对自己 对终生 或者对社会有帮助的思想的话 我们也可以拿出来 就可以使用 不可以说 我举例来讲 佛学当中的这样的知识 医民学 信赖学 禅修 对不对 还有这个是 对治烦恼的方法 还有通道无我的志 空性的境界 这些都是 只是属于佛教徒的吗 根本不是 之前我跟你讲过 跟你们讲过 对 所以佛教内 所以看法 见解 哲学 逻辑 不分就一定要分开 佛教的真正的 不共的一个 学处是什么 学处就是 归三宝 归佛法身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 不可以强求 别人 就强求别人 所以说一定要归一三宝 不可以的 对不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所受的一个戒 这个都是一个佛教不共的一个教育 可以学处 可以学处 除了这个之外 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逻辑 干颜是实际的情况 谁去学就可以 谁就得到了 不是说我们佛教徒才可以 佛教徒才得到 其他人就学习也没办法得到 原因是什么 对没有这种的说法 确实不是这样 所以到那个老子说的 一切法上二高丁 竟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我们心中 所以一切法顺处自然 顺处自然 我们也是对待他的态度 是顺处自然的话 不会有凡效果了 这是他的看法 佛教也是 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完全符合事实的 原因是什么 一切法都是明眼安利的 你知道一切法的 最真确的一个真实的面貌 了解了以后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顺处自然是什么 他讲的就是说 上二没有区别 高定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 都是我们自己心灵也造出来的 这个古代的人讲说 天下本文色优来自然之 完全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没有基本上 对境上面来讲 高定或者是上二没有这种差别 都是我们从自己心灵出来的 这样的情形 你看我们就是一听到就 应该不是这样的感觉 原因是什么 我们从五十年来到现在为止 相关这一个 关于这个部分就 他出来没有研究过 探讨过了 所以你就零售不到 他的道理在哪 对 所以他讲的就是 主要的所修道教 所讲的主要的所修 无为的行为 为什么他谈到无为的行为 他不是说 你不要有任何的行为 不是这个意思 无为的行为 就是一定要你关注 观察自己的行为 你看待他的时候 认知 对他的认知 不要故意的 刻意的去操作出来 那这样的话 他就是带来给你一个反效果 对不对 这个道理是我佛教讲的 跟你们讲一个 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我们世界人 永远都是怕被人家骂 对不对 粗鲁的言语 这种粗鲁的言语 一直怕就是 哎呦 不想被人家责骂 对不对 骂的时候 如意就吸收过来 对话若作 就是往上就自己吸引过来 自己就领受痛苦 那你这个道理懂了以后 骂话是说好话 这两个话是 好坏是谁做出来的 我们人自己内心去 变略出来的 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是好的 那就是一直追求好的 当然是我们追求好的 对不对 永远都是想要得到 这个好的部分 一直排斥这个不好的 那这样的话 天天都想要 好好听的这种话 自己喜欢听的话 那一直想要躲避 毁避这样的一个 不好听的这种 不想听 不要讲 对不对 那如果你就是阻止不了 人家 你的耳朵 塞在耳朵里面的时候 那就生气了 你看 就是这样 那所以一开始 我们这个道理懂了以后 这只是迷眼案例 确实我就是 怎么去看待 就变成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 听到他人的 这样的一个 言辞心理也好 或者粗了的言语的时候 你把它当作一个 没有什么 这个只是一个 哭泣而已 对不对 那你有这样的认知的话 这个口气是不会 引起了你的烦恼 他没有 这种能力 就是完全没有了 他这个外在的 这种右翼 右后的能力 在自己内心认知上 这两个碰触的时候 正极跟负极 就是碰到的时候 起火烧烧一样的 适当的方式处理的话 就可以亮灯 对不对 如果你不适当的话 就是做好 那个起火燃烧了 一模一样的 外在的东西都是我们对待 他的态度 适当的方式去对待的话 他不会带来你一个痛苦 如果你就是对待他的 认知他的看法 不对的时候 就会起火烧烧一样的 引起了你的愤怒 知道吗 所以大教讲的 无伪的行为 就是他有好处 这个好处 这个就是 对终生 对我们自己 看法上也好 认知上也好 有好处的地方 我们也值得拿来使用 就是这个意思 一切法都是顺处自然 我们也是 比较刻意去对待他 那这样的话 他就是出来 各式各样的 所以不好的效果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同样的道理 佛教讲的 一切法都是 只是明眼而立 对 那这样的话 你怎么看待 就是从大方面 就是投射了 所以显现出来 一个对境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呢 只是我分享的 原因就是这个 好 那便能益于获得 最圣安乐 就是这个 如种子骨 那菩提心的话 就可以了 它就是如种子一般的 种子很重要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在 这个是不要 推理那么多的 简单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球上 七十亿人口多 差不多七十亿人口 都是依靠种子而活的 知道吗 所以天界不需要了 所以才是遇见 我们南昭布昭 尤其是我们现代人 这个小小的地球村的 所有的人类 都是依靠种子而活的 种子是对我们来讲的话 恩重如山了 不可以恩家主报 所以种子我们就是 所以让我们的生命 就是持续 如果这个世界上 缺乏了种子的话 那就世界上 所有的七十亿人口 都就饿死了 就会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 没有一般人忽略了 没有静下来 就是思想 对不对 我举例来讲 很多人不珍惜 那尤其是我们 在这个台湾来讲的话 这么小小的地方 如果穿的 吃的多么的丰富 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就不能珍惜 所以一餐的时候 你就是桌上 最起码有两道三道的菜 只有一道菜的话 大家都觉得好可怜的感觉 知不知道 我们初来没有拥有过 这种的疑虑 或者内心的不凡的 这样的情绪 比如说我们以前 从小到现在一个 从小的时候 再到印度 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没有选择那么多的菜 只有一碗饭 加了一个达里 印度家达里就是 变度 变度塔 就是加了一个变度 没有什么浓浓的 对 只有这两个吃 就满足了 出来没有觉得 生活好可怜 那我们你就是 在台湾 相对台湾人来讲的话 台湾人今天吃饭的时候 只有一道菜的话 你觉得好可怜 对不对 所以不能珍惜的道理 就是这个 你想想看 所以一定要珍惜 自己的生活 一定要知道 外在的条件来讲的话 非常的幸福 但是内在的精神来讲的话 非常的崩溃 知道吗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道理在哪里 比如说这个道理 佛法里面所讲的 我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我们得到快乐的一个 最主要的因素 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以为这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争取快乐 我们享受幸福 得到快乐的因素 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如果它在于外在物质上的话 那谁也 它就是得到了丰富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富有的话 肯定会得到了无限的快乐 那贫穷的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但是不是这样子 知道吗 精神上的快乐来源 根本不是一个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所以我们这个知道 但是你就是自己的 往昔所累积的上法 导致所产生的精神 你投身这个好的一个地方 还有你就是环境也好 或者是你的所吃的也好 所以自己的继续用品 生活的继续用品 那么丰富 这个是一个 全是累积上法 所带来的一个结局 结果 那一定要好好的使用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那不能珍惜就不行了 那你看我们就谈完了一个 好的习惯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去餐厅吃饭 如果剩下的菜都是包带回去 打包带回去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我有看过了 很多的地方 在餐厅里面吃完饭后 一开始点了很多很多的 丰富的菜样 那几个人吃不下的时候 全部都吃了一半一半 一半都是丢掉那里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剩下的都是 所以那种的就是没有感受到 你看这个地球村里面 70亿人口的 所以我们的资源 这样的食物的来源是什么 种子 种子是有限的 不是无限的 它不像是一个如意树 对不对 如果如意树的话 你想今天想吃什么的 就是从如意树上面 就是完全从长出来的 我们也没有达到这个福报的境界 所以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 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反正就是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使用 对 所以之前也讲过了 金钱财富 外在的条件 完全不是一个和量 内心和唯一的标准 得到快量的唯一的标准 如果你对他的看法 所以认知改变了 如果你学到了佛法的逻辑 知识的话 那你有多少财富 对你来讲 更有更好用的 更有利益的 所以这个确实这样 那如果你就是一个 一般的法夫的话 你的资产也好 所以外在的条件 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那就麻烦大了 知道吗 所以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说 不要有很多钱 不要有富有的 这不是一个犯大罪的 确实有的话很好 但是对他的看法 一定要改变 对 就是这样 如种子固 如鱼 从乐趣胜乐 那你看 智者 谁 带多 非常好的 带多 带 懈怠的带 堕 堕落的堕 对 那这里讲说 如果我们发起菩提心 从此之后 从乐趣胜乐 你看你走上了一个 快乐的坎州大道 你发起 你发起菩提心 那一刻从此之后 你已经走上了快乐的 堪州大道 不断的 你就走上这样的快乐的大道上 终于你走到了哪里 走到了 圣乐 圣乐的境界 圣乐的境界 永远不变快乐的一个境界 走到了这个地方 大城市 是乐的大城市 所以那个就是 看看 有无道理 所以我简单的方式来跟你们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真正的站在的他人的立场来 多多去思维 想要帮助他人 如果你就是想要帮助他人 唯一的方法就是 一定要内心改变 一定要嬉皮庆核 所以对中生的帮助更大的 知道吗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发起菩提心 大悲心的主要的 最基本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想要修大悲心 大悲心的利益多么的厉害 所以菩提心的功德这么大 我一定要发起菩提心 发起大悲心 地基没有打好的话 你大悲心就马上就半头费了 知道吗 休不成了 一定要地基打好 就是一定要从哪里开始 所以能打地基 类似这样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 就是一般人的话都有情绪了 对不对 大部分人 这个有情绪就是不要 你认为说这个是零首大人 找一个借口 这是不好的 对自己来讲不好的 这个害自己 知道吗 你理所当然这个念头有的话 这个是你就是完全划底之线 不让你进步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该念的逻辑上来叫推理的时候 你做好事的时候 我们平时古代的人讲 学无止境 积以求境 为什么这么说 学无止境的原因是说 你想要精益求境就是刚才讲的 乐 从乐取胜乐 就是这个叫做一个精益求境 你已经得到了不错的 你一定要还是有争取更好的一个胜乐 更好的一个境界 所以不断的 还没有为达到上位达到这个境界 事不罢休的勇气来 精神来去一定要争取 就可以达到 确实这个意思吗 对啊 那一般人的话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一般人就是发脾气的时候 还是找借口的时候 不要发脾气了 不然那不行啊 人家怎么样怎么样讲 你看 这是冲害自己啊 道理上来讲的话 对不对 比如说我跟你讲 你不要发脾气 这个对你的自己的身体 心就是受伤害了 那不要讲佛法的道理 直接讲 我们从世间的道德行为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 你受了道德行为受伤害 人格破产 知道吗 所以常常发脾气的人就是这样子 对 那所以从世间的道德行善来讲的话 也是这个是不好的行为 那各何况是佛法的概念逻辑 所以这个不好的 比如说常常我没有发脾气啊 不满意啊 那样子的人就是完全受随了自己的善心 这个是不好的 知道吗 那不管是怎么样 你就是 平常我们讲 几手不欲 勿施于人 自己不想要 他人也不想要 一定要有这种观念 有的话这个叫做一个通理心 那人人都会讲通理心 但是只是讲 只讲这个字面上的通理心 但是感觉不到 念心感受不到 通理心是什么样的 才叫做通理心 通理心就是 我住的地方 我让你住我的地方 我站在你的立场来去思想 思想 就可以了解 几手不欲 勿施于人的道理就知道了 那这个知道的话 这个是你过生活当中 你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 这个人也都需要嘛 反正就是简单来讲的话 因为我追求快乐 对不对 人家问你说 你为什么这样去想 因为我追求快乐者 当然这样去想 有对的 那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话 我追求快乐 爱我 一定要保护自己 所以 以眼花眼的态度 来去对待别人 所以通通都是 出现的都是反效果 不好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那个概念 逻辑上去推理 我们是人嘛 对不对 人的话 就是我们对自己 对生活 社会 对其他 哪一种思想 对社会 对众生有帮助 这样的方向去 争取的话 始修也是 就算是这样的 始修始建 作为一个人 也是算是这样的一个 作为最好的人 对就是这个 这个都是一个 佛法上的概念 跟一般的我们 世间人的道德 行为上来讲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 完全符合事实的 没有问题 如果你能想这样的话 不需要等待明年后年 明天就可以得到 这个结果了 对就是这样 那么智者 谁 带度 那如果了解 这种的情绪的人 有智慧的人 谁也不会 懈怠的 谁也不会 就是脱懒的 就是这个意思 对 谁能怠惰 谁怠惰 就是完全了解 这种的逻辑概念 他的道理的人 谁也不会就放弃了 谁也不会去脱懒 谁也不会去产生懈怠 就是这个 那这个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们 一般的做生意人来讲的话 比如说你 新开了一个公司 这个一定会 你就是事前想 或详细的去思维 尽自己的力量 能力 力所能及的范围 去观察 我应该是开了 这家饭店 或者开了一个咖啡店 我开了一个善店 那我就是 这样的店的话 就会赚了多少钱 所以我就能不能 这样的赚钱 想了很多 一定要透过很多的 详细的思想 才能够定下来的 不是说 我一定要开就开 透过没有思想去开了吗 应该不会的 这个是 对于拥手的事情 琐碎的事情来想的话 我们一般人考虑很久了 对不对 那不只是今生而已 深深事实对众生 对自己有利的 几乎都没有去考虑 还是说 哎呀 要不要去学习 这个学习 还是有点怕怕的 心里毛毛的 我听得懂 听不懂 还是听懂了以后 就是 还是 就是我 还是学到了什么样 这个是正片吗 或者是假片的 反正就是 出了内心 出了很多问题 就是思前想后 虽然一定要透过 缜密思辨 确实一定要透过 详细的道理来观察 对 就是对的 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做上习的时候 会出现了很多的 这种的懈怠 所以这种的怀疑 这个都是一个 对自己学佛的道路上来讲的话 一种障碍 对就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 课判 鬼三 承判所欲求是 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要求的 自己的目标 承判所欲求是 这是道理在这里讲的 那接下来讲说 欲面三有百伴苦 运出友情不安乐 欲想百祖安乐者 何尝莫舍菩提心 对就是这个 他这里讲的就是说 欲面三有百伴苦 第一个就是 就像是忠师夫 忠师夫的话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 忠师夫他们的追求是什么 解脱 他们终极的目标就是 希望能够自己得到 自己能得到 就是解脱过就可以了 那为了得到解脱 他就是想要面除消除了 百伴苦就是 百伴就是不是一个决定系的 这个是我们讲讲而已 平常我们口头上讲 十分干净 类似这种 种种的很多的痛苦 想要消除种种的痛苦 百伴痛苦 就是这样子 那有先欲出友情不安乐 那第二个是 上师夫的意乐 上师夫的意乐 想要的是什么 上师夫就是大乘行者 大乘行者他们就是 完全想要 把这个所有的安乐 就是给予众生 不想让任何的众生 零受痛苦 前面我们所讲的 你把毛发的这个痛苦 也是不愿意 类众生 这种的一个运出 想要消除 有情不安乐 所以上师夫的意乐 类似这样 那预想白足安乐者 那如果你想要 享福 白足不懂得安乐 刚才我们如前所说的 圣乐 或者永远不变的快乐 这样的享受者的话 那永长 莫舍菩提心 永和的 不要放弃 菩提心的意思 恒长就是 不是阶段性的 永远都是 不要放弃 菩提心 那这个意思说 你一定要坚持 修菩提心 这不只是今生而已 一天两天而已 所以今天开始 一直修 圣生事者 希望能够修下去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你前面所讲的 这一种的终极的目标 都可以就达到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解释 此乃利益自他二者 最胜犯别 对 自利也好 他利也好 自他二利的 这样的一个方便 事故 应修此心 应修此心就是 应该修 世俗菩提心 此修就是这个 世俗菩提心 那原因是什么 自利跟利他 所以圆满的 主要的方便法 是什么 菩提心 那这样的话 他的好处多大 当然是 因此之故 我们一定要 应当修行 此心就是 修行 世俗菩提心 就是这个 欲游修行 中世 中世 一乐 你看 有些人想要 游修行 中世的一乐来 面出自相 自相续中 三游百般的痛苦 三游就是 三界轮回的意思 那这个是我们佛法不共的一个名词 游就是轮回的意思 对 三游的意思说 三界轮回的意思 三界轮回当中 六道众生 各式各样的痛苦 对 如果你想要面处 三界轮回当中 各式各样的痛苦的话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欲游修行 上世一乐 我不是 相续中 三游百般的痛苦 对 再来 欲游修行 上世一乐 对 游就是上世的动精 情心动念 这样的来 去除一切 有情 诸 不安乐 对 它就是完全放愁 所以 当然是上世一乐 之前讲过了 大悲心 菩提心 这个都是 通通都是可以上世一乐 这些都是 完全想要 消除一切 有情的不安乐 OK 那这样的话 再来 欲想 真上升级 决定 甚至 种族的 安乐 你看 这个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真上升 决定胜 这两个是 一个是 解脱 真上升 就是解脱 决定 真上升 就是人天的果位 对 决定胜 就是解脱 跟 涅槃 救济 救济 涅槃的 所以安乐 那种族的这样的一个快乐 比如说我们享受人天的快乐 而且解脱跟佛果的一个快乐 你想要享受这样的一个种族的安乐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也亦无其余殊分别 没有其他的方法 没有其他的分别 因此之故 印发起圣菩提心 所以你看 没有其他的方便 除了菩提心之外 没有其他更殊胜的方便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相较起来 不可以说这个是决定性的 决定性就是这样解释 比如说 除了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之外 没有其他得到解脱的方便法 这个是不对的 不可以这样解释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没有比世俗菩提 更殊胜的一个方便法 没有比就是这个意思 了解吗 所以我们人就是 基本上来 与生俱来的个性上来讲的话 我们人是一个 俱生的就是一个 比较相教 比较在意就是相教 那个好 那个比较好 这两个比较起来 哪一个比较好 那人也都有 所以平常我们讲的 货比相教不吃亏 反正就是比较相教 这样一直去相教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比较起来的话 没有比菩提心 更殊胜的一个方便法 所谓的方便法 当中菩提心是最有殊胜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修行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不可以解释说 除了菩提心之外 没有得到决定 是跟正上神的一个方便法 这是错了 那我举个例子讲 错在哪里 不做骗的原因 这个解释的时候 一定要听清楚 对 比如说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所以六度般若 都是不是得到解脱的最出胜的方便 那个方便跟智慧吗 那除了第六度之外的 布什波罗密多 持戒波罗密多 安热波罗密多 经济波罗密多 还有陈地波罗密多 这个前五都是一个得到佛陀的 那个佛果的方便 智慧跟方便两个当中 它属于是方便 那除了菩提心之外 没有得到佛陀的解脱果的一个方便的时候 那就是你看 人家问你说 那六五度 对不对 布什波罗密多道 产地波罗密多 这个五度都是 不是得到成佛的主要的方便吗 出现了 知道吗 这不是这样解释的 我刚才讲的 这么多的得到解脱的主要的方便当中 没有比菩提心最殊胜的方便法 所以我们应该去修持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解读的话 没有排斥其他的方便 知道吗 这个时候我们比较起来 以前就是一个消耗了 这个消耗是有点 应该是说比赛 一个要比赛了 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是选谁比较有大力 所以大力的人一定要学 所以村招 应该是一个人村庄 那个村杂吧 他村子里面悬染的时候 跟大家宣布说 那我们几月几号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比赛 这个比赛是一定要 就是我们选了 村子里面选了一个最有大力的 力气很大的人 一定要选出来 那是 所以谁的力气比较大 一定要举手 那我是第一个选民 我是第一个 那其他人谁要 就是去比赛 他自己马上就把自己放在那里 说最有力量的人是我 还有其他谁是最有力量的人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菩提心 菩萨他们一选出来说 菩提心最有力量的 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这个是排斥说 其他的都是不选了 还有就是大悲心也好 或者布什波罗蜜多 也成帝波罗蜜多 都是可以得到解脱的 有大力者 知道吗 不只是菩提心而已 但是相较起来的话 还是有彼此之间 有就是力敦的差别 力量大小的差别 这是可以的 论帝当中也提到说 竟然是所有的菩萨 都是根气力的 但是菩萨他们 彼此之间一定有 根气力敦的差别 这个是营养的概念 知道吗 所有的方便法当中 所有的得到解脱 得到佛果的方便 都是好的 但是所有的得到成佛的 方便法当中 相较起来的话 没有比菩提心更殊胜的 最好的 所以这个意思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一无其余 殊胜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之过 因发起于圣菩提心 恒惨莫舌 物力退失 不要容易 就是让它退失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 发起一个菩提心 想起办法一定要维持到底 对 所以不要轻易地去放下 放弃就是这个意思 物 容易减 非常 一档 一短点点就是受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 马上就让它去衰退 这是不应该的 你知道我维持这个心 所以我得到了什么结局 结果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想清楚 当然是我们不习惯的时候 短暂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逆缘 这算是相对我们来讲逆缘了 但是我们对它的看法 就是一定要改变 这个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完全是常常遇到的 就是常态 但是我就是对它的看法 就是自己对它的看法改变的话 它不算是一个你的逆缘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平常 大部分人没办法维持 菩提心 没办法维持修下去的道理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没有勇气的 第二个是 还是有就是 对待其他的法的看法 就是还是没有那么完整的 不了解的 第二个是 我们没有勇敢的 勇气的去 所以呢 突破很多的困境 这个现在我们就是 三界轮回当中来讲的话 现在真的是就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人海之间的摩擦 他对自己的态度 种种这些的都是 相对我们来讲 引起烦恼的一个因素 知道吗 你看有些人 所以你旁边走过去 他就是一直有的眼睛瞪着看你 不屑意固的时候 你马上就引起你的烦恼 有些人就是 不尊敬你的时候 又引起你的烦恼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 强烈的现实 这种烦恼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到说 这个是摔水我的上法 伤害到我的心脏 没有 就没有 毫不无欲的 毫不犹豫的时候 马上就 成灰就奔出来的 知道吗 这是我们终生的 可以说是 或者过坏了 反正就是我们 业余烦恼 导致不由自主的 形成了这个无欲 那我们就是现在控制无欲的 这个思想也好 一定要更泛面 就是一定要详细的去观察 对 那相信我们大概了解 真正的他们的右翼 他们的好处 了解的话 那了解的人 刚才吉田菩萨讲的 谁制止谁呢 怠惰 如果有智慧的人 谁都不会放弃的 所以原因代表是 意味着就是说 你了解清楚之后 谁都愿意去做 现在我们不能维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了解了 对于这些法 对于这个的 关于这个法门 所以还是愚昧愚耻 所以我就没办法坚持下去 对不对 就是这个 那可以在这个阶段讲的 就是说 我们平时 人人的 每个人的在概念当中 比如说我们求加持 我希望能够得到 佛菩萨的加持 对有这种的 所以非常的深厚的 对不对 这个求加持的心 是抽抽有余的 非常的多 但是可惜的就是 不知道怎么去求加持 加持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现在变成 所以佛法就变成一个 表演一般的 所以我们世间的人 求的都是 只是五根式看到的 比较五根式如意 接触的这种的境界 我们一般人 就是一直追求 重视 忽略了内心的感受 精神上的一个思想 所以这个是原因 所以想不起来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求加持的时候 加持是什么样的加持 我跟你们讲 求加持的时候 你相信我 我就可以给你加持 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依赖我 灌待我 我就可以加持给你 那这样的话 佛菩萨都有偏心了 陈杰格偏见了 没办法解释说 他具有了大悲心 对众生的完全平德的心 没有的 这个是我之前 跟你们讲过了 就一边就是讲笑话了 一边就是真实 他比喻跟你们讲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干涉 逻辑上来去推理的时候 你讲啊 有些人不知道 他的问题出在哪 比如说 我的神 我的教主是非常伟大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都是他的子女 我们是由他来控制 由他来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我们吃的穿的 我们领受到的痛苦快乐 都是由他来给我们的 他侧于我们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 一般人不了解的 所以真正的智制 知识分子的话 马上就知道他的问题 那你们的教主 你的神 对众生没有平德心 完全没有就是大悲心 那没有具备的大悲心 没有具足的这样的平德心者 值得依赖吗 肯定不会 释迦牟尼佛的教语 教诫当中出现了一个 比如说 单一个上师的 最缺一不可的两个条件 是什么 当教授也好 上师也好 一定要具足两个条件 虽然是金砖野律当中也有 律葬当中也有 所以当老师 当知识一定要 这个老师是我们佛法上的老师 条件 缺一不可的两个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 你对于自己的 所教的 所教的这种的佛法 佛法精通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掌握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 你对于学生 一定要悲悲 大悲心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举例来讲 如果我们当一个上师 当一个老师的 你没有对众生的悲悲的话 你也许会欺骗自己的学生 知道吗 这个行为出现了 原因是什么 我不管是怎么样 我绞尽脑汁 所以说服他 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 所以他就想了迎合他人的看法 故意去好听 你看看 观察一下 你比较喜欢听什么 我常常在你的面前 也就是用这样的漏出来 知道吗 所以没有悲心的 对学生没有悲悲的话 就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 世尊也好 律章当中提到的 还有就是 米勒辞士五律当中 提到的 主教的就是当上师也好 教授老师也好 必须要其一不可的 功德就是 第一个 你所教的 对于这个所教的内容 一定要你自己掌握住 一定要精通 你自己不了解的话 你怎么可能教 对不对 我们应该了解的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大学教授 那需要他能不能 当一个就是大学教授的话 他一定要具足了大学 所教的这种的 哲学也好 逻辑也好 文化也好 所以文明也好 更方面都一定要 就是掌握住的一个人 可以能 可以做就是大学教授 如果你自己对于这些的 大学的教材 不了解的一个人 能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能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吗 这你想一想 知道吗 那现代就是变成怎么样的 不需要这样子 教授的人不需要了 他的名字很大 名气很大就可以了 他作为一个教授 他曾经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 也没有问题 他就是什么 一个大人 名气很大 跟随大的学生有很多 那这样的话 大家都临手带来 他就是作为一个 我的教授的感觉 他把你引导到哪里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我们语言上讲说 把一切众生安置于解脱的大道上 释迦牟尼佛把我们众生安置于解脱的大道的方法是什么 只有眼教 知道吗 他自己走过的路 对 平常我们讲 是 上是 这个上是的是 是字 如来的意思 之前我跟你们讲过 上是 这个是的意思说 以及过去的意思 中文的这个是的意思 他过去是如何去过去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从乐的看着大道上 不断地往前出 终于他达到了这样的圣乐的境界 所以他加了一个是 是这个字 如来的意思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他走了以后 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他完全知道 众生 每一个众生的需求 我们的所需 那如何把众生安置于解脱的大道上 他完全掌握住了 所以他今生宣说了这么多的法门 一直不断地转法轮 对不对 唯一的方法就是转法轮 教授 一样的同样的道理 我跟大家讲 我们所有的世界的知识都是从何而来的 一与老师而来的 所有的老师自己过去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 你自己出了这么多的付出了那么多的精神 那么多的努力 得来的这个知识 你达到了这个就叫做一个 胜乐的境界一样的 这样的最高的一个 世界的知识的顶端的时候 所以他当一个教授 他把这些自己拥有的经历也好 自己的内心拥有的这样的知识都是 交给众生 交给就是那个学生 学生都是透过老师的言语 慢慢的心里得到了老师一样的 老师拥有的这样的知识都是 近来自己的内心形成了 你又就是变成跟老师一样的 所以我们争取知识的方式就是如此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其他的诀窍 世界法也好 出世界法也好 没有的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这个都是符合实实的 那我们一般人的话 不以为然的 应该是他力量很大 我就是尊严深重的人的话 由他身所救 我就出去了 这是外道的想法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外道的主张跟佛道的主张 没有什么两样的 外道的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很多的外道的主张就是如此的 你自己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但是没有问题 我的靠商是非常有威力的 对不对 所以他身手救我 我就救度出去了 救出去了 救出来的 那这样的解释的时候 来漏洞百出的 哪里不符合实实的 道理来讲 我们经典论的 都一系列的出现了这样的道理 比如说他说 我们人人一定要修普提心 对不对 如果你 我们从自己方面 不需要出任何的努力 不需要去学习 你不需要了解 那你的教主 总有一天他来救你 如果你这样的话 释迦牟尼佛现在 他不想度我们吗 想想看 上次一切诸佛菩萨 他们不想度我们吗 仍然都 依止 所以他们相续永远都具足了 希望能够一切众生 脱离轮回的心 依然存在的 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地 这种心依然存在的 但是他们没办法的 虽然他们有能力 度众生的能力 但是从众生方面 不具足因缘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度的 知道吗 那你看这个外道 如果你拥有这种想法的话 外道图的 内道的 看法是几乎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解释的 佛教的概念逻辑 佛教的思想所修 都是一个 透过无数的真理 来制定下来的一个 所以我们渠道 这样的一个道路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自己去学习 所以我们一般人的话 这个不好听了 我刚才讲的 这个不好听 不愿意听 对不对 自己付出那么多的话 哪有这么多的能力 好可怜 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这个事实的情况 你不想听 这是事实的情况 确实这样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家家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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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让他学习 那你这么厉害 你有一个教主 对不对 你解脱轮回也是 他把你 就侧于你 有这样能力的话 那你求他 你不要 那个缴了这么多的学费 希望就是我的神 你的所有的大学的知识 博士的知识 都是传给我的儿子 又不信了 对不对 这是很矛盾的 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一个观念 这个叫做一个持续妄想 永不可实现的一个希望 就是持续妄想 只是想想而已 他的结果永远不会实现的 对不对 我们想就是一定要 你自己的脚相 却不移动的话 完全到不了任何的知识 一模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定要适当的 设和的 永远都是同样一个方法 不是 每个阶段不同的方式来做 一模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搭飞机 有时候骑脚踏车 有时候搭捷御 有时候搭飞机 有时候就是坐机械车 角度工具也是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阶段就是用法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都就是一定要知道 加持 加持是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是善的部分就是非常的微弱的 恶的部分是非常的强的 你透过学习佛法导致内心的善的力量精神培养 越来越强 你灵受到 我学佛有 真的有心得 你感受到的时候 你开始就得到了佛的加持 对 加持就是你心灵 心田上 之前没有的东西 没有的好的 好的善的部分 现在开始就有了善的部分的话 这个叫做你就是得到了加持 知道吗 那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什么加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菩提心 只有一天有学习 透过这样的 所以大成就制的论谍 经谍 学了以后 在内心得到了很多的知识跟上 精神上的支撑 这样的话 你就是得到加持了 那种求加持的方式就是 第一个一定要博学多文 第二就是一定要反复的 设为真上的考虑 第三 你学到的东西 学以致用 不要留意于心事 那这样的话 你不断地得到了 就是佛法的加持 肯定会的 不需要等明年后年 除了这个之外 你平时不想学习 安安静寂的 对不对 到处都跑 跟人家约咖啡店里面 讲一些的是非 有时候跑到海边去 欣赏 看一看 对不对 时间就是那里就拉飞掉了 那回来之后心里什么都没有的 你时间这样的过去 对不对 拉飞掉自己的人生 心里上就是精神上一点没有 所以得到了热和的善的心得的话 那一直每天冲起来说 祈求三宝 彻以我加持 三宝怎么个人给你加持 不是三宝对你没有慈悲 但是你还是容器没有成熟 我给你加持 是没办法 你吸收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平时讲一个举例 这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举例是什么 佛的慈悲的勾 终生有信心的黄 这两个扣起来 对不对 佛想要揪动你的心 依然有的 我们一定要对他 完全缺不可存的 一个信心存在 这样的话 他勾起来的 可以扣得住 勾得住 那勾住了以后 那我们从他那里 怎么去 所以求加持 所以我们就是 大论典 经典当中所教育的 言教的 所以这样的方式 去不断地去思维 学习 使用的话 就可以得到佛的加持 不是说我今天 这个杯子 放在你的头地上 你就是法喜 充满得到加持 对不对 这个杯子也是 维持着所固承的 聚合体 杯子里面有没有加持 根本没有加持 有什么加持 这个都是可以说油漏的 对不对 外在的物质 就像这样 所以不要搞错 所以求加持的方式 大概就是这样 好 发起菩提心 很惨莫舍 对 不要放弃了 物力 退失 不要让他退失了 那任二 能得到殊胜名义 那如果你 发起菩提心的话 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名义 就可以得到活佛的名义 对 知道吧 OK 但是没办法得到 格西的名义 格西如果你 对 作假格西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不可以的 但是你发布地心的话 得到一个活佛的名义 真的 弥附其实是活佛的名义 你变成一个菩萨 今天就得到了活佛了 对啊 佛子啊 你就是变成佛子嘛 格西是一定 就是通过很多 很多年学习 在中文你就考试 通过以后才可以叫做格西 不然的话 就是格西就你没办法的 菩提心也是不能得到 那个格西的名义 OK 那发 这里就是经诵 这个若行六的经诵 发菩提心 参纳琴 信轮回欲苦恼重 鱼笔应成 上世子 世间人天当礼尽 对 就是这个 那你看我们冲突到位 一直想要的 就是还是从这里开始得到的 人人都想要就是他人的正经 他人的肯定 会 这个都是从后来的这种想法 每个人都爱自己 知道吗 执着自己 所以我爱自己 所以导致所发生这种要求 比如说我简单来讲的话 平常我们人当中 自杀的人是最不好的 我们平常讲不要自杀 对不对 自杀的人也是 他就是爱自己而自杀的 确实如此 你想想看 他不想受这样的苦 我爱自己 我完全没办法当他不起 我没办法领受这样的苦 所以爱自己 我就是不想这个爱 可爱的我受这种的苦 所以我就是自杀了 知道吗 这个也是爱自己 执着自己而导致所造成的一个溃容 大概是这样的 不管是世间的人做什么事情 追求什么 几乎都这个里面有就是 这种里面有就是 由爱我职来做办的 大概都有这样子 比如说你就是想想看 我们想静下来就思维一下 比如说我要吃饭 你为什么要吃饭 不吃的话我就会饿了 我好可怜 所以你爱自己 不想让他饿 对不对 有一点执着的形容 那我修行太累了 所以这个也是执着导致所察觉 我不想让自己这么累了 对不对 所以爱我止也好 我止也好 他佛教说的 它是一个轮回的根本的 有原因道理 也是其中之一的 你看想想看 第一个 它是一个颠倒的想法 它对于一切法救济的面貌 不让我们看到 愚昧的这种心 第二个就是 它过度去执着自己的导致 还是有日常生活当中 出现了这么多的不幸的事情 就是这个 对 那我们发起菩提心的话 你看这里讲说 发菩提心插那去 不需要等到很久了 插那去 你现在开始发起菩提心的话 你不要怕别人 对不对 别人不知道我发起菩提心 这个也是 就是有点不好的想法 你发起菩提心 不需要告诉别人了 反正就是佛法的规则 就是修行 就是念念 不可以告诉别人 比如说我内战 释迦牟尼佛的借条 一种借条是 它非常的严格 告诉我们出家人说 出家人 你是一个比丘比丘林 如果你今生达到阿罗汉国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 确实你已经解脱轮回了 但是你不可以把自己的境界 这个我已经得到解脱轮回 这个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这是我们比丘比丘里的借条 知道吗 所以你达到了修行 什么样的程度 你不可以拿出来 谢药给别人 所以这个是意味着是什么 如果你谢药的话 这是你不懂佛法 不遵守戒律的一个人 这个也是大家清楚比较好 不然的话 这个是五周二世的时代 什么都出现了 所以我有神徒广大 你们看看一定要依靠我 我有方法度你们 我有神徒广大 这种人出现了 很多人出现了 那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就知道 原来是他懂佛法的一个人的话 他真正的达到了这样的佛法 所说的一个境界值的话 他应该不会透露了 不会露出来的 不会先要给别人 他应该是隐藏着另外一个目标 知道吗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根本不会开口的 我修了什么 我达到了什么境界 根本不会的 你看看这个世界上 预想最大的影响的修行者 所有的大部分人 那个世界上 公烈的修行者 谁投入出来 谁就是顶级上阳台 那个台上就是宣要大宗宣布说 我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有吗 几乎都没有 都是非常谦虚的 我没有没有没有 不敢不敢 类似这样 所以吉天无杀成就者 他前面讲什么 我不敢讲利他的事情了 后来就他说 通善言者的话 也许他得到我的利益了 你看他们这么低调 这么的一个谦虚 这是叫做真正的念 念心已经成熟了 完全知道佛法的规定 佛法的规则 怎么去遵守自己的戒律 完全知道 知道吗 你看你跟人家讲说 我已经达到阿罗汉的时候 你的实话 你竟然已经达到阿罗汉 你为什么是尊告诉我们 说不可以讲 原因是什么 确实他有具足五周 完全具备了 就是骗之一切的知 一切相知 骗之一切知 一刹那间 完全通达于一切的法 完全没有不谜的地方 全部都知道 所以他丧死的时间的一切法 都是了解了 四尊认为 将来五周二世的末法时代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很多的 这样的人物 那个时候 我这样的 制定下来 这样的戒条的话 所以学佛者都看到了这个 原来是释迦牟尼佛说 真正的始修者 你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 那如果众生容易了解 常常到处都去宣扬 那个生长 到处都去宣扬那种的人 肯定他心里没有精华新药 知道吗 以长者什么样的目的 而这样的讲 所以大家都大概就知道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 我觉得真的是 他就是引导众生的另外一种方便 这是告诉我们 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比丘也好 比丘尼也好 一模一样 同样的道理 三米也好 三米尼也好 在家居士也好 如果你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 说我已经达到了什么 知道吗 所以我之前 我跟你们应该讲过了 我常常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有点毛毛的 我遇到过好几个人 一开口讲出来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修了什么什么 现在我就是 现在心里有什么感触 讲出这种话来的时候 就是心里有点毛毛的 那个就是真的 完全不懂佛法 对不对 所以那个肯定是这样子 真正的修行者 行者的话 他完全不会透露的 所以这个事你一定要知道 这样比较好的 那真正的你菩提心的时候 你不要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一个殊胜的 确实知道了 对 发起一刹那起 对菩提心一刹那起 细轮回欲中欲苦苦恼重 那你看我们三界轮回当中的六道众神 完全是被三苦 紧紧的细就是紧紧的绑 困满 困住了 所以这样的轮回的苦恼 当中的所有的众神 与彼映成上世子 对 世间人天当礼尽 它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话当中 就是平常会出现这样的 讲话的方式 如果你最起码是什么一个 什么一个人的话 也是你这样的话 你就变成这样的 就类似这个 就是法吉天佛祂告诉我们说 菩提心的殊胜之夺殊胜 轮回当中的 比如说最起码地狱的 灵书地狱当中的 地狱痛苦的一个 静默的一个人 他一刹那前发起菩提心的话 他也是变成人天所有的人天 离记的对心 第二个得到的名字是 佛子的名字 得到了这个名 佛子 对不对 当然是这个并不表示说 第一道的众生 他就可以修菩提心 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他是一个 对一道的众生也好 他一刹那前发起菩提心的话 他就变成我们的离记的对境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这个肯定是说 第一道的众生 就可以得到菩提心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种的意思论点当中 有很多的说法 第一道的众生的 自己的今生 能不能得到菩提心 还有能不能得到大悲心 有这种政论 大臣就是他们也彼此这种说法 确定是说 第一道的众生 领受地狱的这个哭 如果你没有离开这个地狱的生命之前 肯定没办法 第一道的众生 就是能修大悲心 这个没有的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肯定没有的 原因是什么 我简单来讲 你真正地得到菩提心的话 必须要得到安止 知道吗 安止 得到安止的之前 必须要得到三谋地为先行 我们一开始得到了三谋地 再来止光的当中的安止 再来就可以作为这样的心田的基础上面 才可以得到菩提心 如果真正地得到菩提心者 一定要得到安止为先行的 那地狱 地狱到的众生 他不可能修安止的 修安止是什么 达到修安止的境界者 他的身心的感受都是情安的感受 地狱到的众生一直不间断地零受痛苦 身心上零受痛苦者 他零受情安的感受吗 这个说不过去的 这个是道理来讲的 不是说我觉得我认为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自己的习惯 从以前到现在 脑子里面有一个固执 所以没有道理的非理作业的妄计来判 应该是不应该不行 应该是行 这是没有道理的判断 非理作业的妄计来判断的 我刚才讲的是什么 第一道的众生 他不能修安止的原因是什么 达到安止的人 境界是经理论界当中 间线是谈到说 身心被清安所试吃的 所以真正地达到安止的境界 修安止的人一定要 身心感受都是 情安所试吃的 那身心情安所试吃的一个人 还有灵溯地义的痛苦 这个是说得过去吗 所以道理就是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刹那节发起菩提心 他得到了一个上师子 上师子就是菩萨 佛子的意思 上师就是佛 子就是 白话讲的话 佛的小孩 上师子 所以佛子就是这个意思 那得到了这个佛 佛子的名字之后 他瞬间就 世间人天的所有的 众生的 敬礼的对境 值得 原因是什么 他又具备了大 具足了 他有就是菩提心 所以他是一个我的 礼战的对境 敬礼的对境 菩提心是不容易的 非常殊胜的一个心 具有菩提心者 当然了 他是我们的礼际的对境 这是非常好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 好 回下 以此福德 愿正佛子信 享福烦恼 悦迪之够患 生老病死 胸有之波塌 愿度众生 谢脱如回海 大众请起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